以乐职场国际施工简称JMMI 是郑明贤牧师回应以职场为合场的护照 于2011年创办的国际性巡回步道和陪邻的施工团体 总部设于奥克兰 多年来JMMI致力推动众信徒和众教会认识神在创世祭初 赐给我们管理全地的旨意 以及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王谱天下 去得人如得鱼 建造主门徒的使命 这个是供我们有五个核心价值 用五个锡来代表 首先以基督为中心 凡事让基督居首位 第二 奉差得人如得鱼 为基督赢取灵魂 第三 受赵做主的门徒 第四 门讯漫向成熟 五 透过联网合作 神也不断地印证这核心价值是从祂而来的 并带领我们按住这篮图建造国陆的时光 靠着神丰盛的恩典 JMMI的同工遍布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以基督为中心的不同课程 也落地祝福神的子民 2017年 郑明贤牧师在中国巡回培训期间 神在凌晨感动他写出 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 简称CE七部课程的大纲 2018年 JMMI的天网 地网 人网战略开始实施 以萨加365天祷告网 各地CE地网门讯小组 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培训特会 逐渐形成了一个商宣的运动 CE课程目的在于 透过基督三重受高的范本 更新与落实企业文化 装备就业 创业 守业之信徒 同时装备牧者领袖 更有效果地引导和牧养职场信徒 我们怎么样才能在周一到周六 在工作的企业岗位上去荣耀神 这是我的困惑点 得到的收获就是我觉得 等于是自己重新再把眼光对准神吧 对准上帝 然后也重新去调整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做法 今天我还是觉得很有收获的 就是牧师讲到 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敬拜 CE课程是以圣经企业观概论的教义 到管家与属灵利润的 圣经原则的企业目标 透过企业文化高度 以如何成为卓越的天国企业 结合如何解决商务的问题 如商场的潜规则 探讨企业文化宽度 以国度企业形象的建造 对照洞察商机与评估风险的真理原则 发掘企业文化深度 最终目的是塑造国度企业家的态度 制度与品格 我们与不同教会的家人 一起在西医小组中来学习 并且商讨如何将真理 落实在职场中 所以这是一门真理加实战 的门徒训练课程 这次真的一听郑牧师 今天给大家的分享 好像真的是豁然开朗一样 是我们真正建立在国度企业的一个原则 有了一个明晰的认识 我觉得也让我们在资产的人是 更有一种就是使命感 心对了 人对了 你的事就对了 需要更多的能够同行的人 求生使用J.M.M.I.和西医课程 栽培更多的国度企业家 教练和企业物责 成为神中心良善 有见识的国度企业 愿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